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那段书正在读书 读港大urban planning 程四规划 当时就要做很多community engagement的work 就会去观堂 去沙田 那里去访问当地的人士 然后发现原来很多都是需要一份男士工 或者都是方便为主 其实中途参加都是在其他出面的事件 认识Merry 那时我开台订问她 你做了什么 她跟我说是在做同社企 照顾有需要的人士的相关工作 希望可以尝试 看看能不能用我们的知识 自己的技能 可以帮助香港的大众市民 我也是中途的人 我都听了Merry说的关于这个项目 我觉得身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 那要帮到多少人 帮得多就越好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见了一个 他是有听觉障碍 视听障碍的人士 他和他的朋友一齐就来去见工了 他的朋友就是刚刚生了一个寶寶 他的外母就不让他上班 因为要求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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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找了一份打电话的工作 有少少听觉障碍的那位朋友 就去了酒店炒散 接着那个feedback其实是很好的 有听觉障碍的那个朋友 他就很勤力 那个manager的feedback 就是说虽然他有少少听觉障碍 但是他比其他人都更加勤力 还有他做事很认真 一点都没有偷懒 那我觉得很帮到他之后 就觉得这一样东西真的很有意思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作为大专生 你所得到的社会的经验 可能你不走出来 相当是有限的 参加这个跳转赛的好处就是 一来你可以了解到 身边社会发生的事情 可以帮助更多人 同时也可以认为很多方面的技能 就是可能和不同阶层的沟通 作为一个社企 怎样可以令到一个business 去持续性去运作 而同时又帮助更多人 我觉得这个经验是非常好的 判断她 就会感动这件事情 从未来都没随过 那么重处 那不退估计 你怎么会发生的 我不過退估计 你怎么会发生的